第一個問題想要問民賢的就是說 你怎麼看那個丁特被出征的事件 你有follow丁特被出征嗎 那你怎麼看就是說 民進黨的側翼網軍 他們2022年的敗選 是不是也跟這個側翼有關 那沉疾了一陣子之後 你看丁特最近在講 民進黨哪裡做的不好 不對的時候 這些側翼好像 每一個又復活過來了 賴清德存款只有200多嗎 不能講嗎 講不得嗎 不能 不可以說賴神的壞話 就說賴神是很清廉的 然後幹了那麼久的醫生 當了十幾年的立委 然後當了兩任的市長 然後當了一任的副總統 存款200多萬 不能質疑嗎 不能說你是不是隱藏到哪裡 或者說你找把錢藏到哪裡 丁特只是老講 我不管 我不知道丁特 政治立場到底是誰 我覺得我長期在包吻丁特 他就搞電玩 他之前那個澎湖 好像海鮮一桌4萬1的 待會去給人家嗆聲 他就純粹一個網紅 就說KOL 那你民進黨去圍剿他幹嘛 就說只是因為他批評了賴清德嗎 我覺得民進黨這些側翼 老實講 他去圍剿丁特 反而是變成開地圖炮 我覺得他這樣變得沒有是非 我就辯護了過頭 他去圍剿丁特 跟一樣 就跟圍剿館長一樣 館長跟你翻臉了 館長在批民進黨了 你側翼就去圍剿他 跟黃國昌一樣 這些人好像對你民進黨來講 就是用後急丟 只要跟你站在不同立場 你就開始在K他 我覺得這樣搞得沒有是非 我覺得這是目前台灣 最悲哀的一點 而且過去這些人很多 他們可能在2020年來講 是支持蔡英文的 丁特是挺蔡英文 他應該也是817 館長也是蔡英文嗎 黃國昌應該也是蔡英文 小英男孩 他做了民進黨執政 七年多之後 他們發現民進黨執政有問題 開始對民進黨有不同意見的時候 就完全被出征了 被罵得比國民黨 被他們罵得還慘 老實講 我也不喜歡共產黨 共產黨也去養一些五毛 五毛就是搞一些有的沒的 那你民進黨 現在不是跟共產黨一樣 然後養一些五毛 綠營的側翼跟五毛 有什麼兩樣 你有沒有領錢 我講很多綠營的側翼 害起來 甚至很多KOL 我覺得看起來都很噁心 什麼XX貓 不是感覺很噁心嗎 你變成你到底聽黨的話 還是說你真的是有自己心中一把尺 而且他們的做法很多都是抹黑跟造謠的方式 像是最近柯文哲他們也被出征了 柯文哲也被出征 因為辦了KP秀之後 演唱會以後 那他們就講說 柯文哲怎麼可以說 他們有找了五月天的keyboard 你看 那個五月天的keyboard 小周老師說 沒有啊 我不是啊 他本來就有自己的政治立場 就是比較偏綠的 他當然不會跟柯文哲是 就是參加同一個活動 是啊 但是 柯文哲他有沒有去找五月天過去團隊裡面 曾經跟著他們上台一起表演的人 也有 也有 那甚至先前就已經把名字都講出來 他還有公開的受訪過 所以我感覺喔 柯文哲也沒有刻意在這件事情說謊 或者是傷害別人 可是卻變成又是一次 民進黨他一條龍 包含什麼王定宇啊 很多人都不斷的轉發這些訊息 就是把他打成是一個 說謊不老實的人 那柯文哲的問題 民眾黨他們自己要去解釋跟處理 可是你怎麼看這個現象 就是綠營的側翼去出征柯文哲 或出征國民黨 或出征這些廠商 你覺得對於民進黨而言 真的對他們的選情有加分嗎 我覺得民進黨 老講他用這種方式就是說 順我者昌逆我者亡 我跟你意見不一樣 然後就 第一個除非有點點 沉默螺旋 我跟大家一樣我就不講話 只要我出來講話的話 不論你的身分是網紅 或者你過去是我的側翼 我只要你現在跟我立場不一樣 我就來圍繳你 就是類似這樣子 從剛剛講黃國昌館長到丁特 然後到柯文哲這些都全面圍繳 而且我覺得事情是這樣 作用力等於反作用力 你持續圍繳人家的時候 到一定過頭的時候 你反而會激起同情 譬如說你去圍繳柯文哲 民黨到底在圍繳柯文哲 還在幫柯文哲 我都搞不清楚 他現在搞不好把弄了柯文哲聲量越高 反而同情票越高 因為一個演唱會 好啦 柯文哲唱歌好不好聽 見仁見智啦 你一個演唱會你去圍繳他 你民黨你打個打他嗎 我覺得這個民黨自己要想清楚 賴清德自己要有定見 賴清德一開始過去 他也被蔡英文的網軍攻擊 然後跟大家說 請蔡總統的網軍停止 對我的攻擊 他在剛上任 就是說剛被民進黨提名的時候 他本來一度就當民進黨主席的時候 也一度覺得說不要用網軍好了 可是你現在看 這幾個月以來 好像這些人全部都付出了 什麼四叉貓啊 什麼有的沒的 這一些側翼也好 網軍也好 行動力又開始變得很強了 你很勇敢 我都講叉叉貓而已 你都講四叉貓 我都直接講啊 管他 大家都那麼熟了嘛 對不對 我跟民進黨這些側翼最好了 我們平常是 大家都這樣子混在一起 網路上的比戰 混在一起 都最好了 有什麼不能講的呢 一定都可以講 他們恨我恨得牙癢癢的 也是主要這個原因嘛 對吧 因為他們都形容你說 你是24小時在網路上巡邏 差不多 真的喔 你都不用睡覺 我昨天晚上三點才睡吧 好厲害喔 也是在線上看 對啊 他說你都到處巡邏啊 有一些議題 你會去follow啊 所以我覺得賴清德 我覺得他很像 之前他討厭這些小鬼 現在又養小鬼就害別人 好像我覺得這個其實會飲鎮止渴耶 你當初自己是受害者的時候 然後你現在跟這些加害者又站在一起 然後現在從受害者的角色 我不要講你是斯德哥 摩摩症候群啦 我說你利用這些人 如果你討厭人家養小鬼就害別人的話 那你現在變成加害者 你養小鬼就害別人 我覺得這個會變成一個惡訊循環耶 我覺得如果這樣會把台灣更撕裂 變成沒有是非 我覺得對賴清德 到底是好還是壞 我覺得在選舉上他自己要小心 但是呢可以看到就是 因為現在的賴清德的民調 是比較穩定的嘛 然後呢現在他們可能 他們明朗的策略 很多人都在講說 是希望讓這個 柯文哲跟侯友宜 那誰高就打誰 最好就把你們打成一人一半 這樣子的話呢 即使我只能夠拿到 民進黨的基本盤而已 也不高大概三成五 我還是有機會能夠勝選 我就是抓緊民進黨的基本盤 所以最近他們一直在猛打柯文哲 包含昨天什麼民眾黨的官網啊 反正我也不替他們解釋 免得別人以為說 你是不是要挺柯什麼的 現在的這個時候雷厲風行 我也很害怕 但我們不需要去替對方解釋 可是我是在談說 民進黨的做法 民進黨最近這麼關注柯文哲 然後這麼多去打柯文哲 是不是他們覺得柯文哲 現在民調起來了 我先插個題外話 這筷子有Eat to Day 對啊你看他的湯匙也有 湯匙也有嗎 湯匙上面也有 這是Eat to Day 專用的湯匙 這應該要送給讀者可以抽獎 真的好不錯 我剛剛看網友沒有 你是不是想要吃完帶回家 待回家還要再洗完 對我覺得曉欣講到 講的沒有錯 就說剛講到哪裡 我剛剛講說 就是賴清德在最近 你可以看到他 好像開始針對柯文哲 不管是柯P秀之後的攻擊 或者是昨天晚上最新一波 他們又在講說 民眾黨的這個網站上面 他們寫的英文字寫錯了 確實是寫錯了 這個是他們自己的問題 但是我只是在講一個線上是 為什麼民進黨現在 釘上柯文哲 好像釘上比侯友誼 還更多了